《圣诞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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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平安! 在今天《慕人清朝地》的这样的一个单元里面 要接着圣诞节快要到时候 跟大家分享耶稣降生的一个感动 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分别讲到 耶稣这个约瑟和玛利亚的家谱 在马可福音里面直接讲到他的工作 那耶稣福音最特别的 他不是从人而来的 他是讲从神直接就开始了 他是神的儿子 所以讲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 他讲这个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他告诉你是一种光的感觉 那光是真光 但是他在讲一件事情 这光来到我们当中就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我们不是走手 我们不是那种受心 只是吃、喝、成长、食物还有交配 我们的生命不是这样子而已 我们的生命,如同圣诞所说的 这光来到我们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认识神 像神一样的一个感动、看见、感觉 这是很尊贵的 但他讲到一件事情 那光是真光 可以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因此世上的人跟走手是不一样 但是问题来了 圣经说的是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却不接受光 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些野外当中 看到一些石头 我们把石头大石块一搬起来 里面就好多虫到处乱窜 那些虫在黑暗当中 生活得很自在 但只要一光一照照射的时候 它们就到处乱窜 跟人的生命一样 明知道自己是错的 做暗昧的事情 但是只要在黑暗里面 就像道贼一样 它能够很安稳 只要光一来 阴间的也好 人世间的罪恶也好 都到处乱窜 害怕 所以圣经说光照在黑暗里 黑暗的人 其实明明有光在照他 但是他会躲 他会躲 因为他知道 生命里面的控告在他身上 这很真实的 所以圣经在这个段讲到 他到自己的地方来 这个就是他所创造的世界 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 因此说了一件事情 如果有人要接待他 就是相信他的名 因为在这样一个道路里面接受他 他就赐给他们权柄 他们不但能救光 而且使这光亮起来 他亮起来的时候就是全柄 他就可以像神一样的 充满那种荣光 世界的黑暗没有办法 冗造他 只要有光在 黑暗就自然会褪去了 因为这是神的耳虑 我们也希望在这生命年当中 特别圣诞节快到的时候 我们各样聚会 各样活动 都在诉说这样的一个感觉 来到这世界 接受耶稣基督 不是只有唱圣诞歌而已 来到这世界 真的要来耶稣基督的光 在我们生命里面 除去所有黑暗 坦然无惧的接受这个光 然后我们是神的儿女 那光显明的时候 这就是权柄 世界上的人会看到 我们跟神所说的话 会同步的 哇!这是何等荣耀 等一下我们要跟大家 来分享一首歌 这是我们在舞台 也就是我们的同工 教母同工 一起到原住民区域 去体会 去接近宣教的感动 所以我们在舞台那边 当我们在一起唱歌 赞美神的时候 你们会在诗歌当中 看到有一个妇人 就来进来说 你们的诗歌是这样子 那等一下 请你特别在诗歌之后 为我们这个地区祷告 这个部落祷告 这个部落有很多匣子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当中 就好像光照在我们当中 我们唱这歌的时候 同时也为舞台 这样的一个部落来祷告 这真的是生命的征战 跟生命的领受 好!这首歌是 宣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生命就是一个奇妙的赞美 但愿我们在圣诞节开始的时候 经过到神起初创造人 人跟神最直接的接触 那样的感动 所以我们在原住民区域的时候 我们的歌唱 我们的脸受 我们看那些教会 跟这些教会一起同步 来赞美圣的时候 生命真的就是这样的荣耀 好!我们在歌曲里面 一起来领受 你们要选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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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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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先救他的国 和他的意义 这些东西都要交给你们 哈利路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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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引导我们在每个日子里面 为主耶稣基督的歌唱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明秋 阿们